她的公告有一次嗎 如果沒有的話 別輔我可以去 現在是很機車的人 不要的他都要 不要的他更要 妳媽媽不會救妳弟弟 也不會救妳 因為她最愛的是 母女 那母女有一個狀況 她會變成怎麼樣 知根知底 良人屁股幾根毛都清楚 對 我要先講一下媽媽的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 我媽在這個演藝圈 雖然她近來沒有很多年 可是她都是把自己當作 就是一個最有潛力的新人 然後她每年都會勉勵自己 就是她會 她會在家裡的那個月曆上面 然後就會寫說 布蘭妮 大紅大紫 然後今年還只要 更上一層的東西 就是 很機器耶 就會勉勵自己這樣 然後就是只要只要 就是媽媽其實這種 上進心是很好的嘛對不對 可是呢 她只要每次要來錄影的時候 不管製作單位問她任何問題 就算沒有她都會說謊說 有 她就會 不然要得到那個通告呢 她就會變故事 有企圖心耶 然後呢編故事就算囉 她 她會抓包耶 她會抓包 因為她記憶力不好 然後呢 她就會跟這位當然RED的時候 她當下她把自己逼出一個故事 完了之後呢 她坐上這個台子上的時候 她會忘記了 她忘記了 然後她之後待會就看 就會舉那個白板嘛 說不然妳 妳要講的故事 她就會 這是什麼意思 對 她就會左右看 然後呢就會跟我求救 可是因為她已經太多次 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而且常常就是連我 像我是她女兒嘛 對 但是連我自己生病的時候 然後我經紀人打算就 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思佳生病了 妳要關心她 我媽第一句話說 她生病了 那她的通告有人性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去請求 我可以去 什麼 妳怎麼會這樣 什麼意思 真的 真的就是 我媽是真心的 因為她只擔心那個通告 誰要去頂替 然後 所以我要問的是 媽媽 妳為什麼要把我當 因為那麼想學到我 我告訴妳 不是我說謊 因為我現在說謊 不是說謊 直接跳 不是我說好就說好 我告訴妳 因為人家是很機車的人 好 然後我只要節目部的人 跟我回稿之後 她一定還會再問人家 我媽說了什麼 我說了之後 她就會打電話來 是不是叫妳不要說 妳又要說 妳形象好就好嗎 我形象不好 然後她就會罵我 我會搞不清楚 我到底什麼話可以講 什麼話不能講 所以這與我無關 我覺得就是說 妳不要限制我 我可以自由發揮 對啊 你認為說她是會擔心 妳比她紅 我覺得是啊 我覺得是啊 她有時候說我太離題了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 因為我們要有道德心 你領了人家通告費 你一定要講實話 我覺得 雖然妳應該說的是那個實話 妳應該說那個 天下無不是的那個 父母 其實父母對小孩子都是很好的 虎毒不食子 那個你們之間其實是產生那種 競爭的關係 對 我們常常有時候打那個 離婚官司也是這樣 那個真的 你們的關係很像 那個老公老婆 這個房子你要 我也要 蔡律師 你這個言過其始 那個是母女耶 媽媽都是 她是 怎麼可能母女之間 還互相有官司 告來告去 那不可能 你把我打死 在這裡我都不敢想笑 但是他們打官司 他們 怎麼可能 他們兩個現在也在 他們兩個現在在競爭 我就有官司了 在競爭 喂 我 其實好 你跟妳媽有官司 她就離題了 我最主要是要教那個 我最主要是要教那個 太故意了 你知道嗎 打官司不重要 就是你知道嗎 妳現在在跟媽媽競爭 所以像那個通告以後 妳要跟布蘭妮講說 那個通告我不要 然後不然妳就會說 妳不要我也不要 妳就可以去了 沒有 我不要的他都要 真的嗎 我不要的他更要 那妳就超越我的程度了這樣 對 太厲害了 這個怎麼會這樣 等於是中年轉行 這個很好的一件事嘛 大哥 這個是有一點 沒有叫日暮犀山 垂垂老矣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他剛剛說的 是他的心裡話 但不是一字話 怎麼說 他是從心裡面真的這樣想 因為他是自我催眠 他說我是超級巨星 我比我女兒幫太多了 如果我女兒那麼紅 我一定紅他好多 很好啊 很好啊 所以他女兒在替他早講的時候 他都覺得他女兒是要打壓他 對 他女兒要告訴他 像他剛剛講一句話就說 他說人家給了通告費 怎麼可以不說實話 給了通告費就要說實話嗎 這裡沒有一個在哪錢的 對 真的 我把言過犧牲 沒有喔 我都說實話 怎麼會 我都說實話 OK啊 所以這個 在我們眼裡他是很敬業的 他沒有人可以犧牲 他要犧牲人就是施加 對 所以施加會覺得我被犧牲掉 你每次破壞我的形象這樣 我形象已經夠差了 你還就要 也沒給人家沒有耶 對 反正不會 我們覺得形象很好 媽媽這個能言 敢言 這個就讓我們很喜歡 很可愛 不過講真心話 確實有幾次 妳的通告都是媽媽頂掉 OK啦 而且媽媽來效果很好 媽媽效果比妳好太多了 實實話 原本沒事的 被妳弄到都有事了 妳真的不要叫公兆博 妳是挑撥不見的 挑撥不見的 挑撥不見的 你還有什麼要發揮 我們真的上個月 一個月沒講話 真的啊 不好啊 那接下來可能是一年不講話 沒有講話 沒有講話就是最好的溝通 沒有啦 其實媽媽每次去工作 我也很開心 因為家裡人也可以解脫 因為她離開家裡 然後我還有第二題想問 因為其實 我媽是一個很偏心的人 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我是老大 然後還有一個妹妹 弟弟是最小 所以媽媽其實從小最疼弟弟 就弟弟什麼都好 什麼都棒 弟弟怎麼樣就最厲害這樣 然後身為老大的 我就會比較可憐 譬如說媽媽在家裡面 切一盤水果 如果是要給我吃的話 她就會網狀一丟 欸 那個 水果好了 要吃自己出來吃 然後如果我晚了一下在房間 是沒有要吃是不是 是要我拿到房間裡面 去請你吃是不是 很厲害喔 我就想說 好像後母 但弟弟就不一樣了 切好 整理好衣容 開弟弟房門說 寶貝吃水果囉 我就想說 怎麼這麼噁心 就算了對不對 但我弟還不領情 因為我弟那一陣子很迷那種 清宮句 就是 就是那種宮廷句 弟弟還迷清宮句 是歷史劇 對 把房門一打開嘛 說弟弟要吃水果了 我弟就說 大膽刁墓 蛤 為什麼大膽刁墓 正沒有宣禮 你敢進正的請宮 哇 黑喔 如果是我們 是不是就被打死了嘛 對不對 我也被打死吧 我媽沒有 我媽笑咪咪她還接話 她說 我是你母后 我太替來你請宮 噁心不噁心 這兩個人 這種戲嘛 我只想說 這句話 好不好 賤人就是腳情 真的 謝謝憲哥幫我接話 賤人就是腳情 我給你 可以看 我們律師 律師那個怎麼看 我終於知道我接人來的目的 是怎麼辦 我只能接一邊 我只能接一邊 沒有關係 你接施加的 我跟她還有律師沒關係 真的喔 所以我常常覺得 我根本就不是像親生 或者是我媽對我的愛可能 也只有十分之一 但我還是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我相信 我從好到達 也是他逼出來的 對 所以呢 如果 對啊 嗯 確實啊 怎麼這麼好笑的 逼出來的啊 你從頭到尾 都是他逼出來的 逼出來的 你出來嗎 所以我想問 如果我跟弟弟 你最愛的寶貝兒子 有一天如果我們兩個 同時掉到水裡 都快不行了 Oh that's good 所以你要先救誰 哇 我誰都不會救 因為我也不會游泳 我下去會同歸於盡 所以你要救的是誰 據實以答 我會救兒子 我會救兒子 你完全沒有說謊 而且完全沒有猶豫 完全沒有猶豫 你也不想像 你也不想都不想 你也不想像 我告訴你 因為他老公對他很好 他老公絕對不會讓他 掉這種水裡的 而且媽媽將來年脈之後 靠的是兒子 而不會是 你這個女兒 因為女兒就像是 潑出去的水 Oh my God 憲哥 我媽現在都是我在照顧他 我弟交了女朋友之後 都沒正眼看過我媽耶 什麼 真的啊 我覺得 我覺得你媽媽不會救你弟弟 也不會救你 因為他最愛的是 對 他會在那邊喊 有沒有攝影機 有沒有攝影機 我小孩叫喊一下 就是自己 對 也OK啦 你把自己照顧自己 就是對孩子好 對 他有沒有道理 不要讓他們擔心 剛剛憲哥說 他們不會打官司 我就舉了那個夫妻離婚的例子 有沒有 你看 現在思嘉問的那個 通常都是那個 太太問那個老公 如果今天是我跟媽媽掉下水 你會救誰 結果你們竟然問出這種問題 你們到底是那個 母女還是夫妻 我覺得我可能 生他的時候 可能報錯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個性跟我們家那兩個 另外的弟弟妹妹完全不一樣 沒有錯機率有可能 對 要不然就是可能是一種叫做 醫學上 我們也有醫學講話 應該叫做 殘留 殘留 或者是 殘留有時候叫 隔壁遺傳 對 隔壁遺傳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告訴你 其實也不是我偏心 你要看弟弟在房間幹什麼 他在房間裡化妝 整體東西 弟弟是在讀書耶 那你讀書 你當然要東西給他 他好好在讀書 你兒子天天在 我弟弟每天玩線上遊戲 玩到我媽有一天把門踢開 然後跟他說 你明天就去輟學 不然就跟我去混大的 我媽媽買一把槍給你 我媽媽是這種角色 這麼猴 沒有我覺得你要嘛 你就混大一點 不你就好好給我讀書 你可以叫他去玩電競啊 電競他也沒辦法 他也沒時間 他也不會玩啊 對啊 沒的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想說他心裡是不像 我是不是他老婆 還是他是我老婆的 兒子是書讀得好嗎 書讀得很好 我兒子現在是律師 也在職業 律師好 律師沒幾個好東西啦 冷靜牌律師的 講到沒有 謝謝 對不起 謝謝 講太快了 忘了 剛剛律師講到那個 就是說 老婆問你說我跟媽媽調水裡去 你要救哪一個 這種問題我想了40年 終於想出標準吧 有答案了 有嗎 你就跟老婆說 我問過媽媽了 他叫我先救你 這樣子不但他高興 媽媽也高興 他還會感謝媽媽 還不只感謝你 問過媽媽 媽媽叫我先救你 媽媽是不會問這種問題 有道理喔 有道理喔 同時也跟媽媽加分 真的耶 對啊 所以說 有時候我覺得思佳就是說 我像他 他偏往西 他就是故意唱反調 所以我打從心裡 很多年來一直想要問 你到底有沒有這個媽媽 好重喔 這問題嚴重啦 這問題怎麼這麼嚴重啊 你們好走心喔 不會吧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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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常常就是會 不管是像我 像我剛剛講的什麼編故事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我沒有覺得他是累贅 但我覺得他有的時候 會給我很大的壓力 壓力 他問的是你到底心裡有沒有他 你不要顧左右而已 對 你講沒關係的話 講得越多 就表示越有說法的可能 沒有沒有就是 他講的這個話太重 其實我沒有看不起來 但我的確有的時候覺得 是真的 是因為我只要跟他一起錄影的時候 旁邊就像有一個未爆彈 因為我無法控制他 然後我跟他講好要跟他講什麼東西 他都沒有在聽 所以我每次要跟他錄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好可怕喔 就會覺得他等一下又不會 會講出什麼東西 可是我又不能拆穿他 因為有時候你不能拆他台 我拆他台的時候 他回家他會生氣 我想這個我可以給你答案 憲哥的經驗是 這一方面比較充足 錄影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 他是你媽媽 錄影的時候 你要把他當作你的同事 他叫做布蘭妮 要怎樣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你就不會 你怎麼會這樣影響一下 關你屁事 人家擦是布蘭妮 要怎樣 在工作 對不對 來自入睡喔 不要在一起 不要要入睡 要自入睡 一直在滴 那麻煩你不要繞來繞去 就給我們一個答案 到底 你心裡面是不是根本沒有 你根本就是 看不起 你媽媽 布蘭妮 哪有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橘色 橘色 好 好 馬雲講過一句話 今天你看不起我 明天我 你過去這個魔女嗎 你們要補到誰 你要幹嘛 你是天后未來是不是 對啊 對 她已經不難為人妻了 事業走下坡 她說我是太后 唯厚的後 還有 我要問 她一定跟她老公講我什麼壞話 我覺得我現在看到她老公 她老公看我的眼神 跟妳講不大 有沒有講過話 這不要說她 沒有喔 不要不要說她 我們也都講過 妳們也講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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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如果我媽要問這一題話 那我覺得 那我就在這邊 妳的確有讓我老公不開心 但是是妳不值得的貨 怎麼樣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 她常常講好的事情 她會在下一秒鐘改變 那一天我們大家約吃飯 她突然間就不來了 全部人都到 連我公公婆婆都來了 她大小姐心情不好說 我不去了 那我老公就覺得 我爸媽都來了 妳怎麼沒有來 然後我還在跟我媽傳簡訊說 妳要來妳要來 她說 妳又不是我嗎 妳叫我去 我就要去 我越叫她來 她越不來 然後老公 心裡面就有了這個心結 她覺得我媽媽 沒有把她的爸爸媽媽 放在眼裡 那這個我一定要 今天 我真的沒有說謊喔 我告訴妳 這個節目 對 我告訴妳 我知道妳婆婆也會對我不轉 妳公婆說 她公婆要來 叫我去訂一間日本料理 那我訂了 我實情也挪出來了 好不容易 我去買了一大堆禮物 結果那一天 他們 妳們改了一個 妳們改了一個 不是 我跟妳說 妳讓我講完 妳讓我講完 妳們改變地點 妳老子 就是我老公老王 還有我兒子 也沒有告訴我 是老王 對 隔壁的老郎 也沒有告訴我 結果我那天打扮得很漂亮 高跟鞋穿很高 提了一大堆東西 我就 因為離我們家也 說遠不遠 說近也不近 那我就提了 有一段路 有一段路 我就提了大包小包 很誠心誠意 結果到了那一邊 換地點沒跟你講 沒跟我講 全部人都到第二個地點 那我就很生氣 我又攔了一部計程車回去 因為我走了一身汗 我心想 我進去洗個澡 等我高興 我洗乾淨 洗香香 我再去 對 因為我一定是生汗了 很臭了 我非常地真心 對 都沒有人理我 後來我哪知道 這個王小姐 她打了六通電話 老王 她女兒 老王的女兒 她打了六通電話 我在洗澡 我怎麼可能接電話呢 對 她就認為說這六通電話 是我故意不接的 即使很抱歉 我沒有接電話 我敢做敢當的人 當我出來的時候 她小姐說 妳要不要來 妳幫我婆婆換來 我放心裡 對 她說妳怎麼那麼任性 我哪有任性 妳們沒有看到 我剛剛很狼狽的樣子 我提了大包小包 買了很貴重的東西 結果妳們都放我的 這一段話給妳大加分 而且一句謊言都沒有 沒有 我跟妳說 憲哥 不是這樣 沒有 我建議兩位 還是必須兩兆 你讓我講清楚 先把DNA驗出來 對 媽媽剛剛講的改地點 其實那天真正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原本的確要吃一家日本料理 但是 我媽就在電話裡面生氣 她說 我不想吃那一家 為什麼要去吃那一家 她不高興了 那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暫定這一家 她就說好吧 但她有點勉強 最後呢 我們在三天前決定 改到後來去的那一家 其實大家都是知道 喔 錯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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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 全部人都到的時候 我也問我弟弟 我說媽媽呢 為什麼她還沒有來 她說 媽媽還在家裡 所以我媽知道 他們要去哪兒 大家都知道 可是她那時候 她有點情緒 因為她覺得 因為她覺得這一切很混亂 她忘記 然後自己 對 然後呢 她有情緒之後 我又一直催她說 妳趕快 她就覺得 妳可能當下口氣也沒有很好 對 我的口氣也很急 因為全部人都到 就她沒到 我老公第一句話就問我說 那我公婆就也看著我 然後那我就說 妳等一下她應該馬上就來 我就立馬再傳簡訊 第一個電話沒接 我也很難做人 手機簡訊又沒有回 等她回我的時候 她也一把火 她在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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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打電話給她 她會哭哭滿頭 對啊 對不對 我要講一下 律師 杜蘭妮跟那個施嘉 已經是 類似我們辦案那個 被突破心防以後有沒有 其實你們兩個現在都沒有說謊 整組都說出來 而且你注意 共犯結構 他們兩個剛剛在講話的時候 不是講給對方聽而已 他在 對 其實你不會去說謊 希望得到別人認同 沒有啊 我跟你說喔 你們兩個問題還滿嚴重的 合理啊 其實你們兩個講的都是真的 合理啊 可是你們之前有很真的那個誤解 怎麼樣 解不開喔 要靠你們自己知道嗎 對 所以我們家庭不圓滿 然後不圓融 不會不會 當天會跑錯家 是不是忘記了 我告訴你 我真誠地說 我真的沒有忘記 因為我兒子以為說 我老公有告訴我 可是老王很忙 隔壁的老王沒有告訴我 後來我也跟我兒子對峙 我兒子說 我也以為你知道 可是我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他認為妳知道 事實上妳是不知道 沒有 那那一天是他的措辭 說妳到底來不來 妳把我婆婆放哪裡 妳把我公公婆婆 妳擺我公公婆婆 妳擺我公公婆婆 妳到 那我覺得說妳這樣講 對我來說 其實是 而且我根本不會 因為我從頭 如果不願意去 我連餐廳都不會訂 不是 但重點是 我覺得 就算不管是走錯 或是大家沒有告訴妳 重點是人都到的時候 妳至少來不來 妳要跟我們講聲 因為妳不來 我有不來解套的方式 媽媽怎麼樣 沒有 可是她都不講 她都不講 她來不來 她們已經一個月沒講話 一個月沒講話 這一個月 今天把所有的話都講完了 要補習了 但是她講了一句說 妳到底來不來 我跟她說 妳講話 妳可不可以提點 她還沒有讓我講完的時候 她就一直 打了一大堆 我覺得很煩 我就跟她說 妳能不能 聽我說 她就 她就點 我就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什麼 我當然很生氣 那叫無言 無言出聽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妳應該要聽我把話講清楚 對不對 我不是那麼沒有禮貌的 而且我已經準備了 一個多禮拜的禮物 到處去買 那妳竟然用這種態度來講 然後妳應該要當 我跟妳婆婆 媽媽有委屈 對 妳跟妳公公婆婆的橋樑 而不是這樣 她就一直 啪啪啪啪啪一直打 然後我相信她那個臉色 她眼睛那麼大 她一定現場是這樣 沒有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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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很適合耶 欸 她的電話這麼大 她還可以抽 打到這裡 而且她還要翻白眼 她電話很大 而且她還要翻白眼 她還要翻白眼 對 對 沒錯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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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妳老公會說壞話 對 不然妳 好像喔